如果要把資料寫到eSale的話 其實就是把剛剛的這個中刮符的資料 放到這個should and append 的刮符裡面 這樣就可以把它寫進去了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剛剛的第十二啦 你只要把這個should and append 放到回憶圈裡面 它就會一直幫你把 所有的資料通通把它塞到eSale 那塞的方式就是反正就是一行 應該叫一列啦 或者叫一筆資料 一筆資料就寫進去 一筆資料就寫進去 那因為回圈嘛 所以它一直跑跑跑跑到底為止 跑到沒有為止 那就存檔完成了 所以如果我們要把 剛剛的程式結合這一段的話 當然幾個動作 第一個的話把前三行Ctrl C 以後的話剛才固定好了 反正你要先把串列產生 第二個的話把範本放在頭跟尾 然後中間放有Pen的就完成 所以這個三行Ctrl C有沒有 然後把它貼哪裡呢 一樣貼到它的第一行或第二行 你放第一行第二行都沒關係 放在這邊 OK 那也就是說我們先產生那個什麼 產生工作簿啦工作表物件 它可以存取 然後尾巴的話就是safe 所以呢我再把這個尾巴的部分 加這一行 所以頭尾也許先加好了 safe的話名稱 我們換個名稱好了 名稱的話也許叫 叫什麼住宅切到好了 也許就改個名稱好了 名稱不要一樣 然後呢我這邊我看一下我的名稱 北市住宅切到OK 點XLXX這個 把這個名稱換一下 放在哪裡呢 放在第一疊 一樣放第一疊 放一疊 我這邊有一疊 OK好 那最關鍵的你朋友我剛剛只有做幾件事 貼三行 再貼尾巴 所以四行 再來的話就是 在這個回圈裡面 加上那個sheet and append 那加哪裡呢 其實你如果不知道 將來比較好 乾脆你就加在 這個print的下面也可以啦 print的下面呢 你就加上剛剛的這一行 這一行的話 叫做sheet.append 所以後面不用啦 就是sheet.append 然後小刮符 sheet.append小刮符 把它貼過來好了 然後裡面的話呢 就是放什麼 記得就在刮符裡面呢 就把this2呢 把它放進去 這樣就OK了 好大功告成了 所以以後喔 你只要能夠把 串列產生 第一個步 第二步的話呢 再加上喔 剛剛這三行 這個嘛 還有這個 這個 再加這個 應該就完成了 OK 如果沒有意外啦 應該我試試看好了 應該這樣我猜想應該沒什麼問題 再把它執行看看 如果沒有錯誤訊息的話 那應該就完成了 但是因為寫入需要一點點時間 可是所以它剛剛好像會停一下下 不過應該也不會太久啦 大概一兩秒鐘就完成了 好 如果沒有發生錯誤訊息 那恭喜應該就對了 OK 應該也沒那麼難吧 OK 那這個是 怎麼講 很通用的 我覺得 所有的 把Python的資料 存到Excel 這個應該算是 最簡單的吧 OK 不然的話你們可以再去看一下 關於 那個 如何存取 Python存取Excel 其實說真的喔 至少 10種 20種 30種以上的方法 但你沒有那麼多生命啦 我跟你講 最後我跟你講 就是這個最簡單的 因為我試過 我覺得這樣應該夠簡單的 好像還沒 不然你自己下去翻書好了 書上每一本 一本寫的一本 複雜 OK 好啦 你就記得這個範本就可以了 保證萬用 所以第一步你只要會串列 第二個要會回圈 第三個會複製貼上 放在對的地方 OK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成功 所以最後的話 我應該是在1D底下 就會產生了一個這個 北市住宅竊道的一個 Excel檔我看一下有沒有 有了 北市住宅竊道 點Excel 打開看看好了 檔案大小153K 打開看一下 有了 有沒有 所以這裡的話 馬上可以看到 這五個欄位 就通通被放進來了 好啦 這樣的話就達標了 所以呢 目前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可以 放資料沒有問題 OK 但是接下來的話 我們還需要下一個階段 就是如果資料已經放到資料庫裡面去 那將來如果要做一些統計分析的話 勢必 還會需要怎麼樣 把它取出來 但是取出來的話 我要做 統計分析的時候 我不是要全部啦 我其實只要他一部分資料 因為我想知道剛剛那個問題的答案 就是 到底 從104年之後 到112年的切刀案件 是增加 還是減少 他 什麼方式最簡單 你畫 可是我發現表格還是不清楚 因為還要看數字 你還要看到數字之後 你還要去思考說 他跟其他數字的大小 你還要再 動一個腦筋 我是覺得最簡單 真的是視覺化 就是把它畫個圖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畫出來大概比 你在06 01底下 其實這邊就有一張圖 就類似這樣 這個 在第六頁的地方 大概就畫出像這樣 這個是Python畫出來的 我覺得 也不會比 以色友差到哪裡去 當然以色友 我是覺得他繪製圖表 真的也沒得挑剔了 但Python要做也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呢 我要怎麼樣可以利用剛剛的資料 可以再把它讀取出來 然後做剛剛一樣的事情 可是做這些事情 全部都是在Python的程式完成 那你說 怎麼辦 其實關鍵的地方 主要就是 跟剛剛的這個範例有點類似的地方 就是 你必須要先產生 兩個串列 一個串列的話 其實就長這樣 就是裡面放哪一年到哪一年 第二個串列 就是統計數字的串列 然後你再丟給 Python裡面有一個 套件 它就可以幫你把它畫成你要的圖 你只要設定一些參數 它就可以把它做出來了 OK 所以怎麼做 待會再看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剛剛的這個 Excel檔案先存檔 畫面先環圍 那剛剛我寫的這個程式 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了 在第幾頁 Step2的地方 在這裡 在第4頁 第4頁 地方 剛剛的話是在第4頁Step1這裡 把他稍微放大一點點 這邊 把他稍微放大一點點 把他弄個黃底 比較好找 第4頁的地方 我剛剛是先切割嘛 用Spring切割 然後再 用那個OpenPyExcel的套件 把資料寫到裡面去 所以寫進去的話 就這三行先貼上來 然後在底下Save這個也要貼上來 然後就把剛剛的程式拿進來之後 其實只有加這個 Shift.Append 這個